大家好,我是胖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先来给大家念一个网友的留言 是这么说的 胖妈与胖爷的问题是总资产少 大部分又在胖爷妈名下 胖妈连个总数都不清楚 胖爷死后能留下一万就不错了 谁愿意老了又没钱又没朋友 儿子整天跟着奶奶住 与胖妈也亲不了很失败的人生 看着都难过 看完这位网友的留言以后呢 我笑了 这位网友好像对我们家的情况是非常清楚啊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再一次说明一下 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说过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 包括土地还有旧房子 全部都在胖爷的名下 关于我儿子跟着奶奶住这个问题呢 我在以前已经说过了 以前我们是和胖爷的妈妈在一起住 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呢 儿子在家里面上学 这个旧房子呢 是后来买的 是前两年买的 关于儿子跟我亲不亲这一件事情呢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我们家里 只有我说话 儿子会听 为什么我说只有我说话 儿子会听呢 因为我给儿子讲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对他大呼小叫的 我总是心平气和的去给他讲 为什么他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去给他讲一些道理 当然了 我的阴影水平是有限的 我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教我儿子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最起码 我儿子目前来说呢 他没有在走着他奶奶 还有他爸爸的老路子 目前来说 我儿子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小孩 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这一点呢 我儿子确实做的还是挺好的 关于我儿子将来找女朋友 这件事情呢 我有和我儿子讨论过 我确实呢 我有提醒过我儿子 我不管你们怎么去 认为我说这件事情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讲出来 我告诉我儿子了 将来他到大学里面去找一个女朋友 他找女朋友呢 有两个条件是不能找的 一 大嘴巴 我指这个大嘴巴 指的是像我们家老太太这样的 有事没事 总是会找事的 这样的是不能要 我告诉我儿子了 如果他找到一个和他奶奶一样的话 他一辈子别想过得平静 第二个 花钱如流水 自己还不能挣钱 然后还拼命的花钱 我说我儿子了 如果他找到一个女的像这样的话 他一辈子都要辛苦的去工作 而且还不会有一分钱存款的 这两个条件呢 是我告诉我儿子的 找女朋友 只要粘上这两条 都是不能要的 我儿子现在已经15岁了 他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他也知道我们家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说关于这个吵架的问题 说真的 我和胖爷两人吵架的时候 几乎没有当作我儿子的面吵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和老太太在一起住了十几年 我一直忍让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儿子在家了 我不想跟他吵 再说了 一个不讲理的人 你跟他吵 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用的 有的网友说 我不应该对老太太采取不理的态度 应该去跟他讲和缓和这个关系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家老太太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她以前做错事的时候 我有去说过她 而且是心平气和的 坐在饭桌上跟她聊天似的 我去说了她 不该那么做 但是过后 她又做了 你说她的时候呢 她只是保持沉默 她并不会因为 她做过了一次两次三次的事情 她会停止 她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继续做着同一件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懒得去理她的原因 还有一个 我们家的老太太的嘴 可不是一般人的嘴 我今天能在这里说出来 我是有证据来证明的 下面来说一说 胖爷和我的事情 有的网友认为取消名字和遗嘱这两件事情 我闹离婚 小题大做了 可以说这两件事呢 是爆发点 我和胖爷之间 说实话这么多年 也发生了好多的事情 我都是一直在忍让退让的 先来说一说 胖爷抽烟的问题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胖爷在车子里面抽烟 我在吸二手烟 关于这一件事情呢 我和胖爷也不知吵了多少次架了 胖爷的妈妈不抽烟 只要胖爷的妈妈坐在车子里面 胖爷是不敢抽烟的 我也不抽烟 但是我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 胖爷是无所谓的 他一定要抽烟 从我们家到超市 是不算很远 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 胖爷是只要一上到车子里面 他就要抽烟 从超市里买完食品 坐到车子上 他一定要抽烟 就这么十来分钟的路程 有时候他能抽两支烟 说真的胖爷的烟瘾是非常大 但是有他妈妈在里面呢 他可以忍着一个小时不抽烟 甚至两个小时不抽烟 我有说过他 我说的 为什么你妈妈坐在车子里面 你不抽烟了 我坐在车子里面 你要抽烟了 你能不能不抽烟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吵到最后 我放弃了 不吵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是希望有一天 我死在你前面是吧 他也没有说话 就拿抽烟这件事来说 你说我能做什么呢 我除了说他吵架 还能做什么 我无法做到阻止他不抽烟 关于我们家买这个旧房子的事情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胖爷买这个旧房子 我是极力反对他买的 因为太旧了 他去买的时候告诉我说 买了以后呢 我放在你的名下 这样呢 你有一个自己的地方了 结果这个旧房子拉回来 安好了水管店以后呢 他放在了他自己的名下 根本就没有加入我的名字 胖爷是一个喜欢口头承诺的人 但是不去执行的 好多次了 他告诉我要给我买二手的车子 让我学车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买过 这一次之所以 他会买这个二手的车子 那是因为我拿出了一半的钱 而且我跟他吵得很厉害 他才帮助我买了这个二手的车子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家以前买地的事情 在以前的视频我有说过 胖爷以前没在家的时候呢 他在网上买了一块湖边的地 后来那块地呢 卖掉了 因为涨水的问题 当时他买到那块地以后呢 那块地上涨满了各种各样的树 大树小树各种各样的 我和胖爷两个人 用手还有电锯一颗颗给锯倒了 胖爷呢负责锯树 我负责把锯短的树堆呢 放在火上烧 就这一件事情 把六亩地的树全部都给砍倒 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 是一个粗苦力的活 为了帮胖爷砍树 我把我的腰也给累坏了 我在以前的视频 有给大家看过 我有时候 我这个腰痛的时候 我还要贴这个止痛贴 我这么样对他 但是胖爷怎么对我的呢 那块地 他放在了他妈妈的名下 而不是在他的名下 他把那块地 放在他妈妈的名下呢 他没有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卖地之前才知道 胖爷之前是做柴油机工作的 后来那个公司 每一个月给胖爷200多块钱 如果胖爷将来去世以后呢 他的家人是可以继承的 也就是说 儿子和我是可以继承的 开始的时候 胖爷是没打算给我的 他是要给儿子的 我和胖爷还有儿子去见了律师 当时律师给胖爷说的 如果让我儿子继承的话 我儿子将来只能拿十年 过了十年以后 是没有资格拿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胖爷改变了主意 后来让我继承 也就是说胖爷走了以后 我是可以继承的 但是我只能拿到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 胖爷的福利或者财产 他都是希望没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下面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 曾经胖爷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而没有去考虑我的感受 他让我去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症的病人 而且是免费的 我照顾了那个老年痴呆病人六个月 而且在没有拿一分钱的情况下 以前我也想过离婚 但是儿子呢不让我离 所以说我一直在忍让退让着 只是想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 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了 说真的这么多年 胖爷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其实还是挺让人家伤心的 这里呢我就不一一说了 可以这么说 胖爷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他从来不去考虑我的感受 等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才来找到我 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在做之前啊 他会去找他妈妈商量 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以前的视频我也说过 他买那个铁皮框架屋的事情 我也是反对的 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决定的 等到他想卖的时候呢 他找到了我 在网上帮他卖那个铁皮框架屋 像大多数网友说的 我不工作 所以说呢我就没有话语权 但是这么多年 虽然说我没有工作 我也不是在家里面 闲呆着的 不做任何事情的 像我说的 我们家出苦力活的时候 都是我在帮他 没有人帮他 虽然说我不工作 但我在努力的 帮他省下每一分钱 我们住旅馆的时候 我找的是最便宜的旅馆住 而且我们每一个星期 只有星期天才出去 买一顿吃 吃的也就是很瀑布通通的 像麦当劳拉或者中餐 都不是很贵的餐厅 我坐在旅馆里面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我每一天都是做饭给他吃的 光做饭这一项 每一个月 要为他省下来一些钱 有的网友说 胖妈你就会抱怨 像一个怨妇似的 我这个生活呢 确实和多数人是不一样的 我在以前的视频有说过 因为我们家的老太太是 一直在参与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的 我也想过得快乐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没法去改变它 我和胖爷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其实还是很多的 有的网友说 你们缺少的是沟通 胖爷并不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 跟他的妈妈一样 你可以给他讲好话 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胖爷呢 我也是跟他吵过好多次 也是不起作用 所以我后来就保持了沉默 不理他 采取不理的态度 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 好话说尽了 不管用 吵架也不管用 我还能怎么做 只能保持沉默 不理他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了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